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就是一直在卡顺 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嘛做什么 我们没有过因为这是私人丁 我不敢去过问 我们也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就是不立法來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是109倍就被計劃中了 這個也是三個 一個一個去做一個計劃 不是說一次 如果一次的話 會說明 也會去防平 他們是有三個計劃中 所以他們都被計劃中 他們就一起做開課 應該是二月一號 直到大家才知道說是要做婚店 我們實在是不了解 我們都覺得 不要說是我們連我們的 比較任何人看 這個排水系統我都覺得 太簡陋 對 他們的申請的過程都合法 把這個水土保持是按照那個專業的那種做法 對 部落主席 開部落會議 然後我們族人 以我們的族人的這樣 我們不願意中電 因為懸殖不大 沒有溝通 然後這個中電 我們這邊又洛杉磨 我們這個不是颱風龍 他有比這個洛杉磨還要搶的風 我們也是怕說電話說 他去水池就要這樣 就很危險 所以已經是不中電 而不是他要改成什麼方案 對 而且他跟我們講說 實業才要實施 都那麼久沒有下雨 如果說我們 我們遭殃了 你們才知道我們人實有這樣淹沒了 才說真的不對了